沒有 市長 您之前是總長 沒有 我要做 是兩部分都是呼聲最高 那如果外界總統提名 您會願意接受嗎 現在不講這個 不能任何話 我還是半句 那您有沒有覺得說 到時候如果這個責任上下來的話 可以性感接受這個總長這個位置 當初選總長呼聲很高的 發佈次長黃世民 低調快步離開 不願在這個時候 發出任何聲明 而陳聰明任內 創立了特徵組 現在陳聰明提詞走人 特徵組的未來一片茫然 閃閃好像看起來 大家都認為馬一九一定會批 是真的三個月內 規定三個月內就要換總長 所以要追黃世民 你認識黃世民怎麼樣的人 就在司法界 其實我想長輩在這兒 他比我更加 等一下來請教哉文 我們在司法界律師同學 還有檢察官法院的同學 其實對他真的就是 覺得這個讚 為什麼讚呢 因為你看第一 他當時總長的人選 他是第一名 檢察官選的 他是第一名 我覺得當一個檢察長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個案 其實每個檢察官都是 就是其實都是獨霸一方 或者他自己獨當一面的 可是你要用檢察長來 能夠讓他安心辦案 又能夠有肩膀去扛下 一些外面的壓力 其實並不是很容易 當一個檢察長 就是要有這種領導力 你要有像讓同仁有相信力 又你辦案要有一些決斷力 我覺得黃世民在目前我們聽文也好 辦案也好 內容也好 其實真的就是一時的人選 其實應該是沒有更好的人選 我們問一個叫司法藍波 剛剛站是什麼 就是讚 他是之前檢察官有一個票選 對不對 他是第一名 要要領先的第二名非常的多 對不對 我曾經跟他共事三年 我在法務部做擔任次長的時候 他在檢察室 那有什麼事情 我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都拿一支筆拿個筆記 因為聽你講技巧 我覺得他是一個典型的司法官 有膽有勢 有威有手 很難得的一個司法官 我剛說過了 陳松明辭職一切回到原點 就回到當初監察官檢察系統 投票的第一名黃世民 我認為就是他了 就很清楚了 因為二三四 事實上 目前都不在檯面上了 我曾經受邀到公務員的訓練中心 因為檢察長的會議 好像要結束 那希望邀請我們跟媒體對談 我很樂意 我覺得要跟檢察長溝通 講講外面想法 就是由黃世民正式主持 我印象非常好 我還覺得 我感覺 當然是一些副動 一些研討會的副動 他跟檢察官的副動 檢察長的副動 是非常順暢的 因為我們盤觀則在看 第三次 我也曾經跟 有一次幾個重量級的 非常具有分量的 不同黨級的立委聊天 大家都很害怕 黃世民當檢察從長 為什麼 我認為這樣就對了 立委會怕是好事嗎 害怕 就是說 這為什麼 上一次是陳松明 而不是黃世民的原因在這裡 陳松明是第四名 我覺得一個會讓 不要說立委 會讓外界 至少敬畏或害怕的檢察總長 是好的 我們不需要公關型的總長 第四 我曾經跟 黃清鋒部長聊天 他說外界一致認為 他跟黃世民部長不合 他說事實上合作無間 所以 我說從我旁觀者 我也無從之位 因為這個我要強調 這題名是總統的權利 我們只是做一些論述 我覺得看這個狀況下 記者果然夠敏感了 事實上黃世民 被提名為檢察總長 我想只有他一個人 最有可能性 國兩次司法委員會 當過招集委員 對不對 他如果滿久提名為黃世民 到底有沒有人過得了嗎 我覺得 應該是絕對會過得了 因為大家其實認為黃世民 政治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那我自己一直以來這五年 都在司法委員會 我認為一個好的檢察總長 就是說事實上他絕對能夠抗壓 他能夠做一個好的首長 能夠讓屬下去辦案 但是同時我必須要講的 這一點可能 跟我們在座講的都不太一樣 就是他對於法律的見解 他要能溝通 因為我覺得像首長的特別費 就是非常一個典型的 就是因為檢察首長之間 彼此的法律見解不一 而造成了特別費的起訴 就變成血流成河 我們高雄市議會 現在有詐領助理費的案件 目前為止都沒有辦出來 就是因為他的牽涉的幅度太廣 到底要辦到什麼樣的程度 完完全全看首長的法律見解 那剛剛大家講 剛剛比如說中信大哥 他講說立委會怕就對了 這一方面我是同意 但是不同意另外一半 我講一點給你聽 我就在節目講出來 以後絕對大家會碰到 就是說現在立法委員 他的名額只有八名助理 可是全台灣大家都知道 立法委員每一個人 絕對沒有一個人 只有八個助理 只有超過八個以上的助理 只有很多助理 其實是自己的企業可以贊助的 有一些其實是外界贊助 好了來了 對於這些外界贊助的助理 請問新的檢察總長 如果認為這是外界的資助 請問這樣有沒有法律的問題 如果有法律的問題的話 我跟你講大概全台灣的國會立委 全部都中 而且這個 你會擔心黃世民上去要辦這個案子 我不知道不是擔這個案子 我會提出 比如說今天有媒體問我 我就提高雄市議會的這個案件 跟譬如說 國會的助理的一種 贊助的一種心態 就是說 我拿出這個案子就是提出 就是說這個檢察總長 他要能夠對於案件 做法律見解的溝通 特別費就是因為沒有溝通 侯寬人就是因為執行 他認為說馬英九就是有貪污要起訴 所以到現在為止 這個特別費才都完全都沒有辦完 那我的認為只是說 對內檢察首長要抗壓 但是對外 他要能夠跟外界溝通法律見解 能夠跟法界的人 能夠跟同僚溝通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史律師很好啊 第一名的 所有檢察官認為第一名的 而且讓很多立法很會怕的 好的檢察總長 是這樣 我跟司法體系完全不熟 我是個外人 那我覺得對司法界的人事的張癖 我應該盡量避免 我也無從講起 但是我必須提醒 我覺得像今天晚上 媒體過早提早 一面倒的 包括我們評論人員 一面倒的去熱衷一個人 我就是一個不好的心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心情 為什麼呢 這個讓馬英九沒有選擇 那如果馬英九不提他呢 如果馬英九提別人呢 那不是又各種 他可以講啊 他可以講他有什麼好的人選啊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司法界絕對 不會說只有一個人 而不做第二人想 我覺得這種風氣是不好的 好來 這我們同意 他的觀點我是同意 但是因為你主持的 握某方式我們這樣就這樣說嘛 是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今天媒體大家都在追堂了 來我們聽觀眾朋友一下 台北的邀請熙 邀請熙再過來 你家人都被起訴 還本來判決 就是司法院那麼慢 然後陳明文 舒志芬的案子 都拖那麼久 謝謝這些疑問點 看看那個 三個談而聞的內容好不好 包括後來為什麼要緊急處分 那個網路上面可以看得到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當然也有人幫他叫去 這部分等一下我們可以討論 等一下包括陳聰明他說 他被打壓 是不是這樣我們都會討論 感謝你齁